老花姨美瑞达回答一下臭宝们的养花问题 第一个臭宝说你看我的月季咋的了 开始把墙水给剪了做了扦插 最近两个月不停的出黄汁烂汁 哎臭宝啊我的臭宝你要知道那个墙水汁呢 是生命率最强的一些汁你把它剪了 然后这些个呢都是老汁条 老汁条的话你也可以再修剪修剪 然后就是憋发一下 憋发一下钱能让它重新再长长汁 这种老汁都是去年的 它火力已经不达对了 明白吗该剪的剪一剪 真的是 修剪修剪有点长了 该施肥的施施肥 有点缺肥有点水大 有点水大有点缺肥别的没啥 好吧 适当的配合一些个杀菌药用 别的没啥只能说是再重新再养了 就是修剪 施肥控水 该给光照给光照 下个臭宝说老花姨我这个 桑树咋的了 是不是白点病啊多菌灵管用吗 好像是白粉病 水大缺光通风差花油 您用泡沫箱种的不是它是容易积水的 你说我掏了几个孔这了那了的 那您就 现在能做的就是给它打一些个杀菌药 你比方说二枚零了三座铜了多菌灵了都可以 加强通风啊控制浇水干了再浇 不干别老叫了 别的没啥 下个臭宝说 白兰花老黄叶 秀斑哥叶子干枯能给老花姨看看啥原因吗 你给我拿一个叶过来我咋判断呀 水大缺光通风差吗 你只是给我一个叶我只能这样 回你一句了啊 下个话我说老师你好秀球出现这种情况什么原因啊 这不是晒的吗 如果说不是晒的话这个就是暴毙了 你把上面的全部剪了在下面还能涨 好吧 别说您的这个样一般都是一些个病害导致的 别说您的这样我们大棚里面种几万克下去 总有那么三两克他总有是想不开的 你种的多 这种概率性的问题也可能会出现 不排除是病害的问题 我看了一下总的来说呢有点积水欧根的感觉你那个位置 你种的那个 地势稍微低它容易出现积蛙出现积水 就容易烂根 好吧 下次再种的时候就记着把那个地势稍微垫高一点用点 怎么垫高用点沙子稍微一改良 再种的时候它就不会出现积水 根系通透了就长得哇塞了到时候你再配合一些粪肥 定期的喷点药 我还舔清楚这玩意长老哇塞了别的没啥 下个时候我说我杜鹃咋的了谢谢 你这个杜鹃呢你这个杜鹃是水大了闷根了 水大闷根通风差别的没有啥大问题 好的话说老花一杜鹃我养不好 杜鹃呢是一个典型的南方的喜串花会 南方花会有一个特点它对于空气湿度的要求高 你看南方的小姑娘是不是都很水灵尤其是南方的花友 一拍那个花的照片的时候只要把小手拍进去都 啊给那个小葱似的那么白 对啊 空气湿度 很多话我就怎么呢 在咱们北方的时候养盆栽子也好在楼房上也好 出现叶子发尖但是盆栽里面很湿 他认为是确实就嘎嘎浇水 其实不是的这个时候是空气里面太干燥了 你要增强一下空气湿度 有话说怎么样增强空气湿度呢 我前两天刚给大家来了一个双坨 增湿法这个你们可以借鉴一下 好吧 不要大量的糊糊的浇水 还那句话你找个南方女朋友听水灵 皮肤裂了你说光给她喝水有用吗 下个车我说月移 蓝色英语叶子有些焦了 水大 反正你怎么那么敷衍我 干一句水大 讲真心的给花友们说 月积花呢其实是贼好痒 很多的话呢就是不具备这种硬性的条件 你们一定要了解的是什么呢 这种月积花呢喜欢光照 喜欢略干一点 浇水的时候尽量维持一个干湿循环 盆土排水透气 肥料选通用型的就可以了 最重要的是光照 很多的话有没有什么光照 还羊果子羊苔 后期出现各种病害 还跑过来问老花衣咋的呢 自己心里面没点数吗 没有光照尽量的月积这种东西 扫碰 管不住自己的手老浇水的那个花友尽量的扫 好吧 干了就浇不干不浇呗 光照一定要有 话说我这边老是英语连天 那就换个品种 养个茶花不香吗 养个杜鹃杂的你们南方的花友 好了 希望花我们月积花呢 不要嘎嘎的被割韭菜 不要嘎嘎的上一些个鬼子杖 没事的时候来山东玩 你会发现我们山东遍地是月积 嘿嘿 我是老花衣 养花最在意 起来玩我您的视频下留言 绝不得去点个赞 下一个再见 不见不赞 来了 大家